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他高举高打低风格不符合国家队现在的技战术体系 所以重返国家队的难度也较大 除非郑益心 杜青青等人真的不堪重任 才会重新召回陈佩妍 姚迪能否回归需要看两点 一是刁林宇的发挥如何 二是徐晓婷和丁霞的状态 刁林宇如果发挥出色的话 姚迪积无回归的可能 毕竟姚迪的年龄要比刁林宇大 而且伤病情况较多 国家队很难给他留下一个位置 替补位置上 徐晓婷占据年龄优势 丁霞占据经验优势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姚迪的传球风格并不受蔡斌的喜爱 从蔡斌提出的打法来看 中国女排现在要走的提速路线 宁可牺牲掉一些传球的精准度 也要追求速度 姚迪在速度这方面处于劣势 一甲联赛中就可以看出姚迪传球的慢 况且姚迪传球的精准度 也没有达到魏秋月的水平 接着来看朱婷和缪依文 缪依文在一甲升班马担任踢补 虽然没有捞到出场机会 但能够在一甲联赛中 感受氛围和在一甲剧留部训练 对她本身而言就有很大帮助 目前缪依文的名字 依然在中国女排大名单中 所以一甲结束 她回归国家队的可能性较大 缪依文和杜清清一样 可以肩打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 去年缪依文在接应位置上的发挥并不理想 蔡斌或许可以让她试试主攻位置 相较于终生代球员 缪依文健康的身体和年龄是优势 朱婷这边就不用多谈 只要朱婷自己愿意 回到国家队占据主力名额的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缪依文和朱婷两人都在一甲打球 他俩回归之后 就会是中国女排的即时战力 两人都和球队有过配合基础 只要稍加磨合 就能够上场 至于另一位主攻任凯毅 他现在已经开启了新生活 感受海外联赛是他的主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